开地平安 2004年 这一个风光的动土仪式背后 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角力 却却别人在应讯时承认 龙潭购地案 透过蔡明哲收了5亿元 这笔钱 其中4亿来自台尼姑成云 另外1亿据了解 来自国内某知名科技业大老板 设在丹麦的纸上公司 据了解 这家科技业公司当初扩厂迫在眉睫 老板曾写信给行政院 最后如愿以偿 在93年向竹科承租土地 对到现在查出的这笔1亿元 是不是就是科技业 向扁家付出的佣金 特征组还在联清 前方透露龙潭购地一案 一举解决了台尼姑家的财务久禁 完成中信营等银行团队 达育公司60多亿元的放款 以及解决科技业建厂的土地成本 而扁家疑似还从中获利 堪称是一个完美的一石四鸟计划 现在特征组要伤脑筋的是 到底这一亿是佣金或是政治现金 才能让这位科技大佬 和陈水扁的一亿现金案 控上相关案情